了解 嗨 你们怎么来了 有事吗 当然有事了 你不是答应带我们去 你那朋友新开的店吗 走 改天再说吧 我今天 不行 必须今天去 不去就是你心里有鬼 我心里有什么鬼啊 你自己知道 我 我们就是想 去见见你那位女朋友 我顺便买套护具 没问题吧 什么女朋友 你别瞎说 买护具是没问题的 可是 可是什么 那好吧 不过 陈小将 你得先答应我件事 不许捣乱 这叫什么话 好好的我捣什么乱呀 说 到底怎么回事 我那个朋友 就是上次跟你比我 把你打晕的那样 是他 那我更得去了 我上次的时候还没报呢 陈小静 你答应过我的 这事过去了 我也答应过你要做你小弟 君子一言四马难追 你要是说话不算话 我是不会带你去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没你的事你别管 我说过 比我输了 是我记不如人 我认 可是那个什么大兵 我饶不了他 雅静 清清姐跟那个大兵 已经分手了 大兵赌博 把清清姐服装店 都输出去了 我师父看清清姐可怜 就帮她出钱 在学校附近 开了一家体育用品店 清清姐也是遇人不输 真够可怜的 雅静 咱们就不要为难人家了 我陈雅静是那么不讲理的人吗 是 你们 你错怪我了 说实话 我对那个什么任清清 还是挺钦佩的 他身手不错 为人又仗义 我是恨他那个人渣男朋友 既然他们已经分手了 我就更不会去找他麻烦了呀 我倒是 挺想和他做个朋友的 这就对了嘛 我就说我们雅静 是特别通情达理的人 你什么时候说过啊 我怎么不知道 我 我心里说的 行 你要是这么说 那我就放心了 想买户具是吧 清清姐肯定给你打车 那倒不用 走吧 等我一下 小姐 啥事啊 你别管 好好练啊 走 走 清清姐 诶 董董 你怎么来了 还带着两位没你付行 够花的你啊 哎呦 是你 来找我麻烦的 我 不是 不是 清清姐 她想买一副 跆拳道护具 我就给零女正人来了 新人来买的东西 那就是顾客 顾客就是上帝 我欢迎 小姐 看中哪个 你就说 清清姐肯定给你打折 小姐 以前呢 是我对不住你 今天你挑衣服 我白送 当做是赔礼道歉了 不需要 你没必要赔礼道歉 上次比武 是我记不如人 输了 没什么可说 我不是因为那事 我是因为大兵 非礼那事 以前啊 我不知道 后来童童跟我讲话 童童告诉我了 你跟那个臭流氓 已经分手了 你啊 没必要替他顶这个黑锅 至少跟你没关系 对对对 这事跟清清姐 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一直瞒着他 他什么都不知道 是因为后来 他跟那个王大兵分手之后 我才告诉他呢 清清姐因为这事 还要去找大兵算账呢 让我给拦下来 干嘛拦下来 你应该告诉我 让我跟清清姐一块去 好好教训那个臭流氓 给我报仇 给清清姐出戏 童童做得对 现在是法治社会 不提倡使用暴力 你就是下雨吧 我经常听童童说你 果然是貌美如花 气质非凡呀 谢谢姐姐夸奖 小雅将 对我弟弟好点啊 谁是小雅儿子的 当然是你了 那清清姐的目光可独辣了 一眼就看穿你了 张晓晓 你的光辉事迹 我也听说了 童童能跟我讲了 我喜欢你 你这个朋友 我交定了 好 我就认你这个姐姐 好 走妹妹 喝酒去 你只要 好